請朱市長 不要讓大普事件新莊再現 政府這個方案 地主不同意 業主不滿意 只有才能高興 沒有辦法重建家園 只能領很少的補房金 會議就是說 今天審查這個重劃計劃的內政部 要立刻退回這個重劃計劃 要求新北執政府必須修改 去納入居民的意見 假協調 真硬幹 假協調 真硬幹 內政部退回計劃 假協調 真硬幹 假協調 真硬幹 假協調 真硬幹 您現在收聽收看的是燦燃時光會客師 我是節目主持人 觀眾講燦燃時光會客師 是由公司議題中心 天安 公民行動堂 紀錄資料庫以及燦燃時光節目 我們有個視訊的視訊 人群的節目 我們在每天 我們在每天 晚上在同時 在網站 網站 直播之後呢 會在同時的網站 會完整節目的播出 我想前幾天是3月18號 對很多人來講 就是太陽化運動 或者是反服貿運動的兩週年 在這兩年當中 我們看到這個社會 其實有蠻大的變化 特別是我們可以看到 再一次的政黨輪體 也看到很多的政治的新星 政治的名人 開始有了不同的所謂的位置 彷彿我們可以看到這個社會 有一些改變 但是其實我覺得比較有意思的是 我們看到政黨輪體 可是有些本質的東西 恐怕還是需要有更多的人去關心 因為它根本就沒有變 例如說 台北市政府前幾天才說 關於永春案的話 他會不排除動用這個所謂的法令 然後去強制的拆除 那也就是說所謂的都根法令 或是相關的土地徵受的法令 在台灣還面臨到非常嚴重的 這個所謂的不公益 這個程序上面還有很多值得去討論的地方 我們今天要跟大家談的這個題目 是發生在新北市 就是在台北市的旁邊 新北市的新莊溫載郡 在3月17號 其實有一群當地的居民 他們去抗議 抗議新北市政府 他在這個強制的 在徵受的過程當中 事實上有很多相對不民主 或者對地主的權益 會當地人的 這樣的一個民眾的權益 甚至在整個土地開發 或者都市計畫上面 恐怕都有很大的問題 所以我們今天節目當中 就要跟大家邀請到的是反破千連線的成員 賈伯凱 來跟我們一起談這個話題 伯凱你好 你好 關老師好 各位觀眾朋友大家好 伯凱可以先跟我們簡單的介紹一下 這個溫載郡這個所謂的開發案 它到底是什麼樣的一個議題 或者是說 先告訴我們這個溫載郡到底在什麼地方 因為恐怕在台灣的主流媒體很少在去關切這個話題 溫載郡這個案子的狀況是說 這個狀況是 它的這個位置是在以輔大為中心 然後以輔大為中心 然後往北跟往南延伸 過去差不多400多公頃的範圍 那其實橫跨新莊跟泰山 不是只有新莊而已 而且其實有蠻多面積也在泰山這個地方這樣子 那這個地方的情況是說 那這個民宅根據西美市政府的統計 差不多600多戶的合法民宅 然後並且是有數千家工廠 可是工廠數字其實並沒有一個精確統計 從600家到6000家的數字都有這樣子 那所以說其實工廠只能說很多 可是到底有幾家其實並不是那麼清楚這樣子 所以它其實包括了居民 包括了這個所謂的小型的工廠 這事實上會不會跟所謂的新莊泰山 這個在台北市城市邊緣 我們知道新莊五谷在整個台灣的發展過程當中 它一直扮演的一種傳統工業 傳統產業或傳統工廠的角色 這跟當時的整個社會的移民 或者是整個城鄉的發展有什麼樣的關係呢 其實是有很大的關係 因為其實在更早之前 理論上新莊應該都是農田 可是隨著時間的發展 那新莊跟泰山這個地方 就越來越多的工廠 那不過這個案子比較特別說 這個地方的特別之處在於說 其實溫宅鎮這個地方 你去看地圖 它其實是被包圍在整個都會區的中間 為什麼會在都會區中間 會有一個這樣一個地方要等著被開發 是因為說 因為以前新莊溫宅鎮這個地方 以前是疏洪平原管治區 也就是說因為當初是因為 想說要解決淡水河的水患 所以說去炸了巴黎獅子頭 可是一炸巴黎獅子頭之後 反而是引進更多的水進來 那反而是讓淹水更嚴重 所以那時候只好就是由 新莊的 泰山的溫宅鎮這個地方 作為疏洪平原管治區 然後讓多出來水可以淹到這個地方來 那不過後來是因為當初是政府要選定說 要嘛是溫宅鎮這個地方 要嘛是二重疏洪道這個地方 做為未來就說疏洪之用 那後來政府選定二重疏洪道 那當然二重疏洪道的過程當中 也面臨了一波的破千 那所以說像這波破千裡面 也有一些工廠是因為這樣子 而落腳到溫宅鎮這個地方來這樣子 那現在情況是說 因為既然已經選擇二重疏洪道 那溫宅鎮這個地方 就不需要拿來疏洪了 那所以現在情況是政府 差不多在1990年代初的時候 就已經想要讓都市計劃進來這個地方 那不過當初是因為 當初是用巨斷徵收 那可是因為一直被市民說反對這樣子 那後來是因為一直抗爭一直抗爭 那後來政府一度改成 自辦的勢力重化 那後來自辦勢力重化發現到說 你自辦的話其實進度很緩慢 因為勢力重化理論上是一個自下而上的過程 你是要透過居民去不斷去找說 有誰願意跟你一起共同開發這樣子 那後來政府決定說 不用自辦勢力重化 用公辦勢力重化去進行 這待會可以請你幫我們解釋一下 這所區段徵收跟勢力重化 他們在整個法令的位階上面 或者對居民的影響 有什麼樣的不同 不過我想要回到一個更起初的概念 就是說一個都市開發 基本上來講 他都應該有一個比較完整的構思 在不同的位置上面 他應該扮演什麼樣的 這個所謂的城市的這種所謂的角色 那在新北市政府有關溫載郡的 這個相關的開發的案中 他們會認為溫載郡未來 溫載郡這個地方未來要長成什麼樣子 或是在整個新北市的整體規劃上面 他又是一個什麼樣的一個角色呢 目前就是依照新北市政府所做出來的都市計劃 其實都市計劃其實很舊的都市計劃 他其實是差不多是1990年代末期就畫好的一張圖 就是20多年前 那其實那張圖到現在當然是有調整 可是那調整都是很小很小的微調 那本質上他的股價是一樣的 而且他的使用分區的分配基本上差不多 那都是以大片住宅區為主這樣子 那我們認為說 就是目前台灣情況是 台灣的目前是住宅已經太多了 那你會 那反而是比如說大海新市政 大海新市政 但新狀況又有 控污率來說對新狀況來說也是很大的問題 那如果說已經在控污率這麼高的新北市 新北市控污率是全台灣的縣市第一名的縣市這樣子 那我們是質疑說 那目前新北市政府就是用這麼舊的版本的都市計劃 當然他沒有微調 可是那微調並沒有本質改變說 這個計劃未來就只是要變成大片的住宅區 但是做住宅區真的是那麼不好嗎 即便現在我們空屋率是很高 那這個住宅區是一個什麼樣的住宅 就是把這土地這個直接賣出去 然後讓這個建商直接來興建 或者他想去做一些公辦住宅 然後去壓低房價的這種整個做法 目前情況是說 因為目前情況是說 目前這大片的土地 目前政府規劃是 400多公頃的土地面 只有一點多公頃的社會住宅用地 所以說其實表示說 他大部分還是以給私人去做 蓋住宅高樓的用途 但是我們可以看到說 目前的房地產基本上是屬於飽和的狀態 而且台灣的整口一直是 目前是要準備迎接副成長 所以我們判斷是說 這樣做其實並沒有必要性跟公益性 這的確是一個非常值得去討論 就是我們看到做一個住宅區 跟過去很多的這種開發案 他是要把它做成工廠 或是做成商業區的這種概念不太一樣 可是如果這個住宅區 在食物上面是不是需要 或者是說這個住宅區的本身 到底有多少比例是做上社會住宅 我覺得這個其實是可以反映出 某種在執政者或是在規劃者上面的思維 剛剛博凱跟我們談到說 溫載順的所謂的開發的過程 其實過去是從所謂的區段徵收 到現在是屬於市地重化的 這樣的一種轉變 先幫我們解釋一下 這兩種的徵收土地的方式是有什麼不同 因為過去我們常常看到 包括像徐盛老師會對所謂的大普愛 或者很多案子批評所謂的區段徵收 這種做法是一種不對的 或者是有問題要去改變的 那市地重化它沒有問題嗎 或者它相對之下 是一個比較好的一種所謂的徵收的方式嗎 那之前 之所以就是說過去啊 區段徵收是比較被人詬病的一種手段 是因為一方面是說 區段徵收最主要就是說 它土地配回 就地土去開發 政府去開發之後 那原地主可以配回四成的土地 那基本上其實是不多的土地 那也是區段徵收是比較被人詬病的一點 然後再加上說區段徵收本質上是由政府去發動的 那並 那也就是說其實 其實 居民很 不見得有說 在法律上其實沒有說不得權利這樣子 那至於說是市地重化的話 市地重化差別是說 那市地重化會配 就是說 依照法規是它會配回比 區段徵收更多的土地 那像比如說以問載質問這個案例 那政府是表示 市府是表示說 他們會把55%的土地發回給原地主 那顯然是比區段徵收還要多了一些 這樣子 那史外就是說一個最大不同是說 理論上呢 市地重化多半是以自辦的形式去進行 那也就是說是一群地主 可能一群地主 他們想要一起去開發這個地方 所以說他們自己組成重化會 然後以志向而上的方式 跟政府提出申請 那其實跟都根有一點接近這樣子 那差別說都根是一棟房子 那市地重化就是一大片的土地 那也就是說 要取得當地地主的同意才有可能 過半數的地主的同意 才能夠去進行這個市地重化 那當然就是說我們 就是說理論上來說 他比較自下而上的精神 那當然我們也清楚的是 實力過程上 從後來當然有一些意義上的操作 以及一些比較黑暗的部分 可是本質上來說 他還是比爭議還是 這方面的爭議是比 徵收稍微小一些些 那可是也就是因為這樣子 反而導致說 勢力重化的法規 其實非常非常的不足 像勢力重化 我們知道說 有土地徵收條例來去規範 但其實勢力重化 只有勢力重化辦法 這個行政命義去做 那並沒有一個完整的法規 去規範勢力重化的各種流程 他們只是根據說 平均地權條例的其中一條 然後來去說要去做勢力重化 然後政府自己去定勢力重化的辦法 那也就是說這個 他的法規其實位階是非常非常低 而且 而且 那現在這個案子說 溫仔諸人這個案子 原本是自辦私地重化 變成了公辦的私地重化 那坦白說公辦私地重化之後 其實就不用去取得原地主的同意 政府就可以去推動 那本質上其實跟去段徵收是一樣的 那也是因為法規層次低 而且去段徵收過去並沒有想到說 因為是原地主自己 自己決定要不要發動 所以說當時並沒有去在法規規範說 市地重化要安置的措施 那去段徵收有的 那等於就是說 像這些小坪樹的地主 像我們這邊很多的抗爭 抗爭的居民 他們的土地的 基本上都差不多不到20坪 那不到20坪的土地的話 那不管你是用 市場發揮市場還是發揮55% 那對這些小地主 本質上是沒有什麼差別的 因為土地都很小 而且 依照法規是有一個最小的建築面積 就是都市計劃法規定說 就是說 你就說你配合土地 必須要去符合最小建築面積 那最小建築面積 會因為個案有所不同 但通常都不會太小 這樣子 那像這種小地主都會因為 不符合最小 最小建築面積 而必須只能領補償金 要離開這個地方 那問題是說 政府計算補償金 都是以公告地價 或公告限制來計算 那本質上 那這根本是不足以讓 這邊的地主可以去 在外面去買一樣的房子 我可不可以簡單這樣講 雖然我們可以看到 所謂的區段徵收 市地重劃跟所謂的區段徵收 一個比較不同的地方 是看起來市地重劃 它是一個由下而上 但是一旦它變成是一種 所謂的公辦的市地重劃的時候 其實它原本的這種 所謂的補償 或者是程序 反而就不是一個由下而下的過程 也是由政府去做主導的 那第二個就是說它的差別 會是在於說 這個所謂的 這個區段徵收 還有一個 像包括剛剛談到的一種 安置的作業 可是另外一種所謂的市地重劃 公辦市地重劃 它是沒有安置作業的 對 所以這對居民的損失 到底是多大呢 就是說它就是沒有自己的房子住 然後它自己也沒有任何的 這種所謂的協商 跟這種所謂的反縮部的權利嗎 在程序上面 對他們都沒有任何的保障嗎 當然是說 當然有一個程序是說 因為不管你是要做區段徵收 或者是市地重劃 都還是要經過一關 就是都市計劃的變更 當然是說 你居民可以透過說 在這個程序當中 去陳述你的意見 說你希望能夠不要 就是說 都市計劃有一些使用分區的差別 如果說你是被列為第一種住宅區 或第一種工業區的意思就是說 第一種意思就是說 就是保留下來的住宅跟工廠這樣子 但前提就是說 它的理由是說 你也必須要不妨礙都市計劃的進行 才能夠去變成第一種住宅區 或者是第二種 第一種工業區 也就是原地保留的意思 但是最大問題就是說 其實像老師剛剛提到 徐世東老師其實也本身也指成了非常多 關於都市計劃這過程的問題 因為都市計劃的本質上就是說 雖然說它可以讓居民陳述意見 並在會議上中表達意見 然後去陳述它的不同的意義這樣子 可是最後 決定要不要採納居民意義的還是政府 也就是說它其實只是一個 給政府參考用的一個過程 我想說其實有很多人對於說 都市計劃制定的過程 有非常非常多的詬病 差別在於說 區段徵收 區段徵收 理論上還是會有一個安置的措施 當然安置措施 能不能讓人滿意也是另外一回事 可是 地層化是完全沒有的 所以我們可以從在法令上面可以看到 這兩者之間的差別 特別是剛剛即使有一個讓民眾 可以去表達意見的過程 剛剛博凱提到一個非常重要的關鍵 就是最後的決定還是來自於政府 所以一旦政府決定要去做 這個所謂的都市計劃 去做這個都市的開發 勢必會對當地的民眾 我相信有些人會覺得 在這個過程上得到好處 或是他覺得他本來就想要去換一個環境 但是對有些人來講 他不管是他原來的這種所謂的生活方式 或是他原來的工作的位置 甚至在一些抽象的這種所謂的情感上面 恐怕都是一個非常大的衝擊 我們待會再休息一下 我們要回過頭來再請教博凱 就是有關溫仔駿的這些居民 他們現在的狀況是什麼 以及他們希望有什麼樣的這種改變 然後他們完全都不需要被徵收嗎 徵收之後 對他們的生活 或是對他們的就業 對他們的環境 會有什麼樣的影響 我們先休息一下 房間大樓都在肚子 需要把人拉起來 會這麼激動 是因為煩惱自己的房子就不去 我們大概就是要準備再找家 如果現在我們要到外面買房子 拿這些錢根本沒有辦法去買房子 因為現在外面的房子最起碼是現在的好幾倍 我們是合法的住戶 留下配回七平的土地 只能領很少的補償金 走人 沒有家 政府是要逼我們去死嗎 新北市省政文學村中央區開發案 面致有四百公項 是最近新北市面致最大的開發案 但各位頂修土地開始經濟不停 既然因為有一些人 好像有報告二十八土地 那是頂修中央了後到這檔不走 而且補償金也沒有辦法在附近買房子 這檔流離失掃 加上這區也有六千多元港長 那是沒有好好安庭是要讓多少人不透露 這沒有 就我們也是人情惶惶 所以我們現在搞不清楚 我們未來何祭何從 泰山的李石橋故居被指定為施定古蹟 但是呢 但是呢 在今天送審的重劃計畫當中 也並沒有把李石橋故居這個部分 排除於重劃計畫之外 根本是在硬幹 根本是想要依照他們原本的意思 去拆掉原本的民宅 拆掉古蹟 因為內進步在今天才去 進行中央區的開發案心者 所以在地幾面好友 沒有路錯的同位中央價位 要考慮幾面意見 還有還有一個指定的進行條件 中央點心 記者總好不到 歡迎再次回到燦爛時光 會客室節目的現場 我是節目主持人管中小 我們今天要來跟大家談 在台北市的 在新北市的邊緣 新莊 要靠近桃園這個地方 一個叫溫仔鎮 基本上來講 這是一個在 20幾年前曾經有的開發案 不過最近 開發的動作 比過去更為積極 在上一段的節目當中 我們有稍微跟大家討論到 現在目前台灣的一些 相關的開發法法令 以及溫仔鎮 他們所面臨到是一種 所謂市地重劃的這種所謂的規劃的方式 看起來市地重劃跟所謂的區段徵收 比起來在某個概念上面會覺得說 市地重劃居民的自主性是比較大 可是在剛剛的我們的來賓 博凱跟我們在分析的過程當中 基本上來講 其實對他們反而是一個更大的損失 我們今天在節目現場 跟我們大家一起聊的是 反破千連線的賈博凱 博凱你好 溫老師好 我們在上一段節目也提到了 這樣的一個整個在徵收的程序裡面 那我們要回過頭來談一下當地居民 剛剛我們可以看到 你告訴我們說 在這個區域裡面 大體上有兩種 一種是比較 是屬於居民 就是純粹的住宅的這樣的一個民眾 另外一方面 事實上是有數千家的工廠 對嗎 那這些工廠有什麼特色呢 我們知道新莊 或是五股這一帶的傳統工廠是非常非常多 而且他對台灣的經濟發展 有非常重要的一個貢獻 這個區段徵收之後這些工廠還會存在嗎 或者是說這工廠 可能有人覺得說這個傳統產業 我們大概也不需要 這個徵收之後 讓他們離開重新轉業 也不是一個不好的做法 或者是我們就讓他到別的地方去工作 反正他也是一個工廠 這些工廠到底對台灣的重要性是什麼 對於所有溫仔順 這個地方的重要性是什麼 那這些工廠的這些工人也好 或者這些所謂的公司的老闆也好 他怎麼去看這樣的一個徵收案呢 那因為像這個地方就是說工廠其實這麼多 其他有個特別原因是說 而且我要先講一個背景就是說 坦白說 這邊的工廠基本上 全部的建築本身都是違建 那違建是因為就是說 因為這邊曾經是樹洪平衡管制區 那這邊等於是很長一段時間都是進線建狀態 到現在進線建還是持續當中 那也就是說像這邊很多的民宅 都是在進線建有之前就已經蓋好了這樣子 那工廠就是說因為隨著都市的擴張 所以說工廠會越感到都市的邊緣這樣子 那所以說才會有這些工廠 那也是因為這邊進線建 所以說這邊不可能蓋合法建築 所以說工廠只好以為建的形式存在這個地方 然後再加上說 因為最近是因為捷運 就說比如說現在可能捷運通車或其他因素 那現在房地產非常非常的飛漲這樣子 那也只有 那像其實你在看新莊 有很多這種地圖上它被劃為工業區 可是實際上你看那邊 那邊是完全停擺的廠房 就是廠房空在那邊 因為這些地方他們就是希望說能夠透過說 既然捷運來然後房價飛漲了 他們希望說能夠去變更工業區土地 然後變成工業宅 甚至是變成正式的住宅區 用這種方式來去炒作房地產 那等於是說 在新莊這個地方的工業區土地也是非常非常的昂貴 我想先確認一個東西 剛剛談到工廠是違建的 那土地是合法的嗎 只是上面的建物本身是違建 對 建物是違建 不過土地沒有分合不合法的問題就是說 就是說這個使用分區到底是工業區 以及建築物本身是違建 像這個地方基本上都是土地是農業區 所以說它其實是農業區上的工廠 但是工廠那也是違建 對很多人來講 那這就是本來就不合法了 然後徵收你拆掉了 有什麼不對 這一切都是依法行政 不是嗎 因為我剛剛提到就是說其實 這些工廠在這邊有它的背景存在 那一方面是說 它一方面是去收容 就是說過去 因為都市擴張 而不斷被破欠的工廠 然後再加上說新莊泰山這個地方 因為房價的飛漲 而導致說 這些工廠沒辦法在 新莊正式工業區裡面去生存 因為這些工業區都等著去炒作房地產 那所以說才導致說 這些產業只能往這個地方去落腳 這邊去生存這樣子 這是他們的因素 那我們會認為就是說 你一個健全的城市 不應該只是純粹的住宅區而已 那以及產業 你必須要提供更多元的產業 比如說你要 工業要有 商業要有 甚至農業也要有 但是我們發現到說 目前我們政府的 就是至少上個世紀 目前很風行的一個都市計畫的規劃方向 是所謂臥房城市的方向 就是說 他們是把這個地方全部化為住宅區 那居民在這個地方 你要做的事情只有只是睡覺而已 那你要去就業 你必須要去大老遠的通勤到台北市 你要去娛樂 你家大老遠跑到台北市那邊去 那等於是說 這個地方對於來說只是睡覺的地方 可是其實說 問題很快就會浮現 比如說大家都知道 心臟很嚴重問題是塞車 為什麼會塞車 就是因為 大家都要不斷的往台北市通勤 然後這種台北市回來 回家睡覺 那就是說 就是說你這個旺盤次發展到一個極致 就會變成像這樣一個狀態 就是說 當地居民沒辦法在我們原地 這個地方滿足就業 以及各式各樣的生活需求 而導致必須要往外跑 那導致是 你的交通的問題就非常非常的嚴重 那我們主張是說 你一個正常的城市 你應該是要有多元的面貌 那工業也是一個不或缺的因素 那當然就是說 因為這個地方過去是因為 舒服品管制區 那進線建 所以說法規不管這些工廠 那這些工廠等於是違建 這樣子 那對於就是說 那對於上這邊的中華好企業 以及工廠來說 他們 他們同意說 這個地方確實環境需要被改善 因為像 看見台灣的這部影片 就是這部電影 他曾經拍過文展座的地方 就看到說 這邊工廠偷排廢水的一個景象 所以說 就說這邊的人也知道 就是說 這邊的很多工廠也知道說 這個地方應該是 環境必須要被整頓 那我們是有提出一些方案是說 我們主張說 既然我們同意說工廠目前是違建 那我們願意說接受政府的輔導跟安置 就是說我們可以安置到鄰近的地方去 比如說 可能新庄這個地方 或者周邊的地區這樣子 那目前我們的主張是說 我們主張是說 就是說 最基本的原則是說 工廠必須要就近輔導安置 並且是以社會工廠的方式來去運作 並且是能夠先安置 然後再拆遷 那是最基本的一個方向 那至於就是說 我們提出一些方案 有哪些方法 因為其實相對之下 目前政府提出的方案是說 他們有提出說 在細紙 在新電 在桃園都有一些 共有土地 可以讓工廠去搬遷 以及樹林也有 那問題是說 像新電 細紙跟桃園這些地方 基本上都在太遠 因為工廠在這個地方 他們已經長時間存在這個地方 他們有上下游產業鏈的關係 因為行動本身是工業區 那這個地方有很多的工廠 也就是說他們的上下游期都在這個範圍內 如果說你把這工廠拆散之後 跑到細紙 跑到新電 跑到桃園 之類的地方 其實是完全是破壞的當地產業鏈 而且是說 因為這邊很多產業是屬於金屬加工的產業 金屬加工業 都是CNC 車廠之類的 那這些產業的員工都需要長時間的訓練 那如果說你等於搬出去的話 等於是說 讓這員工不但是讓員工立即失業 等於是讓 新狀泰山這個地方 你要更多的人 要變成臥房城市的居民 而不是在地就業 那等於是讓新狀泰山這個地方 交通壓力更沉重 那對產業而言的話 你的員工等於是要重新的找 重新訓練 那等於是一個非常大損失跟負擔 這樣子 那剛剛談到一個臥房城市的概念 當然它就會發展出像環狀城市的 就是說在內群可能是一個商業區 然後慢慢的往外 然後包括可能城市的這種所謂的邊緣 可能是住宅 那等等的這種不同的發展的模式 那我們可以看到柏海提出的是另外一套的 這種所謂的城市發展的一個思維 一個都市計劃的思維 就是我們可以讓這個區域 我們可以減少很多的交通成本 也可以降低那個所謂的塞車的問題 那居民也可以在地的就業 說不定那個所謂的社區的概念型貌 它可以慢慢的形成 不過我相信也很多人就是說 那為什麼不把它區分出來 就是住宅區就住宅區 工業區就工業區 那剛剛你也提到 看見台灣這部片子裡面說 這個地方也排放的黑水 有很多的污染的問題 那你們現在不願意去做拆遷 不願意去做搬遷 那不願意開發案 那這個問題可以解決嗎 怎麼去解決現在這些問題呢 因為我剛剛提到說 政府提供的一些案 一些地點都是通常 因為都是過緣的問題 那目前就是政府提供一些比較近的方案 是說一個是 樹林 可是樹林 就我們所知那邊只是幾百坪 幾千一兩千坪的土地 那這種土地 根本就不足以去容納這邊的產業 算說樹林相對是比較近的地方 然後再來下一個地點是烏谷烏色山 烏谷烏色山 我們就說 它也是相對比較大的範圍 可是問題是說 根據政府對媒體的宣稱 烏谷烏色山這個地方 要2022年才能完成整地 然後進行開發 等於是說等於要2022年之後 才能夠讓這工廠進去這個地方 問題是 目前新美食政府是個非常非常急 想要去做開發這樣一個動作 那我們認為說 你提出一個方案 可是實際上完全不可能落實 除此之外 除此之外 我們認為就是說 應該要等 比如說烏谷烏色山這個地方 要完成開發之後 才能夠讓產業進駐 然後才能夠進行拆遷的動作 除此之外 我們提出的另外一個概念就是說 因為像我剛提到的是 目前在新莊這個地方 有很多閒置工業區 他們是等著土地炒作 我們認為說 所謂的區段徵收 就是說政府想要平均地權 政府想要漲價歸公 政府想要透過區段徵收 去做工藝的話 那才是 徵收或重劃這種手段 應該派上用場的地方 政府就說應該是要去 去徵用這些土地 然後透過重劃的方式來去 來去整頓這些零散在新莊 這些地方就是等著炒地皮的工業區 那就是說讓這地方變成一個 變成公有的 然後以社會工廠的形式 就是說因為我們竟然有社會主宅 那我們是不是也能夠以同樣概念 去推出社會工廠的概念 那我們就認為就是說 應該可以讓產業不要因為 地價的因素 就土地飆漲的因素 而導致說他必須要被迫遷離這個地方 因為他對這個地方提供的是 多元的生活面貌以及就業機會 那當然就是說 因為我們會想像是說 通常會進駐社會住宅的人 是相對弱勢的居民 相對弱勢的市民 那我們認為就是說 我們確實也不 我們也不應該只是說 讓政府出面以人民的稅金 幫工業去徵收土地 我想這樣可能也 我想說要提高公益性過程 比如說我們可能就是以 以更嚴格的環境的法規 然後去限制這些 進駐社會工廠的這些產業 然後讓他們止租不賣 然後並且就是說 以更嚴格的勞動法規 去規範這個地方 那目前類似的產業的案例 是由高雄的核發產業園區 是已經有類似的案例來去推動 那我們認為說 在高雄已經有類似的案例 那我們形狀這地方也可以去複製 這樣的一個案例 讓產業可以留在這個地方 我想說可能要講更清楚是說 這些產業 同意說這個環境需要被沉沉 那大家也願意接受說政府的輔導 頒遷跟安置 就是說 應該就是說能夠讓這些產商 能夠免於說 土地非常的因素 以及能夠先安置再拆遷 也就是說你們希望透過這個 所謂的這個 整個都市重劃 把這些工廠會 到這個所謂新裝原有的 這些已經可能已經廢棄的工業區裡面 然後再用比較高標準的這種所謂環境的 這種所謂的一些評估或者是一些標準 然後去限制他們的這種所謂的擴張 或是污染的問題 那當但是這個居民就可以做在地就業 OK 那這也是一種所謂的社區發展的 這種所謂的概念 這跟傳統有些看到那種環轉的 環轉的這種所謂社區發展 事實上城市發展是一個非常不一樣 而且事實上對在地的民眾 或在地產業是一個更好的發展 那可是如果從這個居民的角度來看 我們大概還有三分鐘左右的時間 就是說從這個居民的角度來看 如果這個所謂的市地重化 如果這邊溫載郡的整個重新的開發 我可以換到更好的房子 我一樣會有這些坪數 我一樣能夠拿到補償金 這有什麼不好呢 為什麼一定還要留在這個地方 那不是都市更新一個非常大的目的 就是讓我們有更好的住宅嗎 那我們也可以這個時候 把這個所謂的 這個所謂的城市重新的規劃 讓我們有更好的舒適的環境 有什麼不好 而且在過程中 你恐怕還是有拿到一些好處的 不是嗎 像我剛剛提到就是說 目前就是 之所以會有很多居民出來 站出來抗爭 是因為他們的土地其實都擁有 差不多不到20坪的土地 就是我們出來抗戰的居民 都屬於這種類型 那就是說 基本上你只要移 你就說你只要移重化之後 你居然配回是55%的土地 那那個土地 也不足以讓你繼續居住在這個地方 因為像比如說 美華新村 他們是一坪 差不多一戶15坪的土地 你戶15坪 你55% 你的面積也不到10坪 那不到10坪 你是不可能蓋房子 這樣法規就要限制說 如果說你土地面積太小 你就不能領土地 你就只能領錢 那我意思是說 我們的這種補償金都是以公告限制 或公告地價的方式來去計算 那等於是說 你這邊領到補償金 了不起可能就300萬到500萬之間 問題是 這樣價錢是不可能在新莊去買 一樣面積的房子 那有可能蓋好之後是安置到 假設如果去擴大那個所謂社會住宅 然後這些居民就直接搬到社會住宅 會不會是一個解決的方法 其實居民在更早之前 他們已經有去澄清說 他們願意就是說 接受安置的方式來去面對這個重化 那可是後來 後來的居民有去 去發文說去做這個陳情 可是做政府的回應是說 那如果我們是有這個區域內 是有未來會化社會住宅 可是你要去住進這社會住宅 你要符合這條件 比如說什麼你要是 他就依法列出一對一對條件 可是問題是說 你這條件 並不是每個居民都能夠 都不見得能夠符合 因為有些居民確實 他不能說是真正的弄 如果是比如說老殘窮這樣弱勢 可是問題是說 就算他是個重產階級 他也不可能 他也不應該是 因為在這過程當中指定很少補償金 然後不只能住在新莊這一帶的範圍內 這的確是一個很大的問題 就是我們常常會覺得說 反正我就有一個土地 給你補償一個部分 然後我甚至也可以幫你做一些 這個所謂的安置 但是即使在這過程當中 還會忽略掉在現實上面居住的一些權利的問題 或是現實所面臨到的所謂的經濟的問題 但是從我們的政府 常常會一廂情願說 我已經對你很好了 然後我已經做了很好的安排 那國務廠今天在節目當中 一個非常重要的概念是 到底我們怎麼去看城市的發展 這個城市的發展 到底是由政府說了算 還是他必須有一個更民主的過程 或是城市的發展 就是像傳統的那樣的一種所謂的住宅區 然後工業區 這種區隔的方式 還是他可以發展出所謂社區的經濟 社區的產業以及社區的這種所謂的互助 這種所謂的系統 這恐怕是一個非常重要 我們的執政者必須要重新思考的 一種所謂城市發展的方向 今天非常謝謝賈伯凱來接受我們方向 希望以後有機會 我們再跟你談更多的問題 謝謝 下禮拜空中三位 拜拜 字幕志愿者 李宗盛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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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字幕志愿者 李宗盛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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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李宗盛